说真话的人死了 也就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 司马迁说说真话的屈原死了 楚国再也没有人敢说真话了 所以楚国国历日衰 几十年之后就被秦国所灭 司马迁呢也是一个说真话的人 所以他认为敢于直言的屈原 这才是真正爱楚国的人 或者说像屈原这样最勇敢的批评者 才是最深沉的爱国者呀 可惜楚怀王并不这么认为 这是屈原的悲剧 也是楚国的悲剧啊 司马迁说像屈原这样的人 想夺功名取富贵 那根本就不是难事 又何必如此执着呢 后来司马迁就想通了 说屈原的追求 本就不是这些简单的东西 在屈原的理想面前 所谓生死啊 根本不值一提 西汉的杨雄啊 就写了一篇反离骚 说屈原在楚国这一棵树上吊死 实在是不值得呀 楚国嫌你忠言逆耳 楚国把你的批评当作是你的罪行 那你就应该学孔子啊 孔子就离开了那个不喜欢听真话的鲁国 去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你屈原又何苦执着于楚国呢 又何苦将这条命交给了滔滔的香水呢 杨雄这番话呀 看似在批评屈原 实质上他是在为屈原名不平啊 杨雄认为这样的楚国配不上屈原这样一位勇敢的批评者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